暫時放在瓶子裡面,水不能太多喔 就放那個科學面那一小段喔 一兩公分長,一小段放進去就有回料 水也不會太混重 不會太...不會有氧化 還會長根 會長根長出來 水也不能太多,不能淹沒整個根系 要長出新葉了 長出新葉了 這個好像是蘋果 用那個米糠,粗糠 粗糠加水也是要經過好幾個禮拜的 這好像是蘋果用的 要夠深耶你看,要夠厚 根也不能直接浸泡在水裡面 不然會爛掉 你看這三角蓮 三角蓮,你看三角蓮 它開的話跟那個西番蓮 跟那個百香果西番蓮一樣 都很美 只是它是迷你型的 迷你型的 結出來百香果 是這個的厚 一二十倍 這個是迷你型的 迷你型的 好像百香果 收小版的迷你型 先是綠色的 但是後來會變 像這個紅紅紅的 然後會變那個深紅 變紫色 變黑這樣 那剝開 也是有那個像 像百香果那種紙耶 百香果都會用那個湯匙來挖來吃 連那個紙都吞下去 如果百香果 壞掉的話 也會用來培育 培幼苗 旁邊那個是火龍果 柚子 柚子在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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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得快 你看那個土 這是用種子培育的 這土本來很硬 要把它弄鬆 用種椒水 椒水有吸收到水分 那我才開始 開始 葉子長得多啊 這個瓶 這容器要放清水 清水 你看這個叫環鼠 環鼠也很怕 根浸泡 環鼠的根很怕 浸泡在水裡 所以原則上 它是在高的地方 另外長出來 今天那個 不曉得說什麼植物 葉子不一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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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